最近又买了啥好玩的东西 隔三差五就把我最近买的一些好玩有趣的好用的彩妆 赶紧给你们推荐一波 这几个就是我今天化的这个妆 用到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 第一个是下睫毛 它是一个仿真的下睫毛 哪怕是相机怼得这么近 它就会跟你自己的睫毛融合得很好 那种一整根的如果化浓妆是好看的 但眼头的地方就短一点 到眼尾的地方就长一点 今天虽然是我第一次用 但是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 Girls Crush他们家新出的一个卧残盘 我觉得现在的卧残彩妆真的是 剪得越来越深入我心了 看着是不是有点像眼影盘 我今天的卧残用的就是这个盘里的 三个提亮色满足三种卧残化缓 这个算是一个卧残的万能盘了 再就是它送的这个小刷子真的很实用 一头就是这种圆圆的 另外这头扁扁的窄窄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太小了 这是它的阴影色是不是超细腻 看这是它的提亮色 就是你别看它就是一个卧残盘 它的粉质比好多的眼影的粉质做的都要细腻 这是那个珠光的提亮色 这个亮片色它摸在手上 粉质非常的懦软 你看这个暗色其实还可以做个小修容色 请推荐我预测它一定会火 这个是维兹他们出的一个新品 就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 我很喜欢用花洛丽亚的好细眼线叶笔 它比好细还要细 而且它支撑力很好 我今天眼尾纯用眼线叶笔画出来的 之前画眼线还要用耍的 这个你们看一下它的笔头 它画出来的线最粗最粗 也就是跟那种普通的眼线叶笔画的 最细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大家听懂了吗 如果你以为它就是个普通的眼线叶笔 那就大错得错 还有一个颜色 它就是直接可以用来做那个眼头的高光 皮头高光 就卧残的高光 效果就更明显 这个显色度还很错的 最后两个都是口红 LM他们家新出的口红 难得在国产的口红当中抓我的心 颜值真的很高 它是那种很薄的质地 我今天的嘴巴状态其实很不好来着 它就是又轻薄 又能遮得住底色 然后颜色调的也很高级 我今天嘴巴上涂的就是一个05号色 比较的细致一点 然后这个02号色是比较火的颜色 真的很丝滑 它打开了之后是咖啡豆的味道 它的质地做的跟那个腮红糕一样 特别好推开 你看最后一个就是PeraPera他们家的 就是这个小奶瓶 应该很多人都有 这个25号色它是一个桃桃奶咖 所以是一个很秋冬的颜色 质地涂上手是有那么一点的水润的感觉 它干了之后的话就是这种质地 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有点咖 又有点奶 又有点桃子色 又有点橘调的 韩国这种颜色拿捏的还是很绝的 怎么样 这几个东西是不是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宝藏 隔三差 我就给大家找这些最近新买的 好玩的好用的一些小东西 就是很适合一些化妆新手 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 所以这个系列咱们锁死好吗 那如果大家还有更多想看的 或者想让我测评的都可以按我 记得关注哦